一备心来上课,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每一天恩待赐福看顾 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蒙受你极大的恩惠 谢谢主今天晚上按时候召集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次一起学习明白你的话 谢谢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前面的道路 特别看清神自己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 在教会以及在我们的身上 赐福这段时间让每一个参加的人都从主那里领受主的话得着造就 恭敬仰望主,把这段时间求主的灵自由在我们当中来工作 是我们谦卑受教的心 如此祈求感恩,奉主圣命而求 Amen 好,再次欢迎同学们回到这个启示录的课程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谈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节的这节经文 我们再来读一读 我听见从天上有圣灵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是的 他们细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在主里死了的人 是大有福气的 那这句话是很特别的一句话 这节经文是一句很安慰人的经文 我们都知道死是可怕的 人人都想躲避 那我们从圣经也知道 死的原本就是因为人犯了罪 而罪的刑罚就是死 身体的是灵魂的死 那自从死进入了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都知道自古最难是一死 所以很多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有许多的恐惧跟害怕 那么 当圣经讲说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是有福的 那么这个死怎么会变成一个福呢 那使人所害怕悲伤 想要逃避 想要逃避 带给人许多痛苦的 怎么会变成福呢 那圣经很奇妙地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圣经讲他有福 是有他的原因的 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加列山 有三个十字架 那其实这三个十字架呢 就代表三种的死 这个十字架上有耶稣基督 还有两个强盗 我们知道第一个强盗所表达的 就是罪人的死 所以一个人犯的罪 他死在罪中 就是那个强盗 他一生作奸犯科 或者说每一个人 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 我们死的时候就是死在罪中 那这是第一种的死 是永远疑神隔离的 这就是为什么死是刑罚 死是可怕 那第二个十字架 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 他是为罪人死 而他为罪人死就成就了 人类救赎的恩典 那这是代赎信的死 这是第二种死 那第三种死我们知道 就是信徒在基督里死了 那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在基督里死了 就永远与神同在 所以我们就知道 关键怎么样能够死成为有福呢 关键就在一个字 就是在基督里 因为耶稣基督是一月节的羔羊 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来世 所以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受难跟复活节 我们思想耶稣十字架的救赎 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其实是没有罪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 我们很清楚知道了 他要担当我们罪的刑罚 所以一切关于罪的刑罚 主耶稣担当了 所以当你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 讲的话其中有一句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那这句话是讲到地义的情况 因为与神隔离 那是地义的刑罚 我们常常以为地义里面 就是火烧 虫子咬 但如果你按照圣经 你明白 地义就是什么 与神隔绝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 没有与神隔绝 你就是无神论的 你也有神的普遍恩典 神的普遍的爱 但是你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就永远与神隔离 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很惨痛的喊叫 因为他经历了地义的那个切割 他跟神 圣父跟圣智 那个永恒的切割 那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 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不用与神隔离 我们不会再与神隔离 因为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与主同在 好的无比 另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也还清了罪的公价 我们要常常记得 所有的赦免背后一定有代价 所有的原谅的背后一定有痛苦 而神愿意赦免我们 神愿意洗清我们的罪 祂自己付的代价 就是祂的儿子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 还清这个罪价 还清神公义的这个要求 所以耶稣做到 这个无罪的主 为我们所有的人 来还清罪的公价 所以按照上帝的公义 祂能赦免我们 因为祂的公义 已经得到满足 不但如此 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 满足了神的公义 同时也彰显了神的大爱 所以这个宝血 就是为我们而留 所以因此当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所有罪的问题都得到解决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见 在基督里死的特点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耶稣复活 那祂得胜了罪跟死的权势 从这一刻开始 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完全就使我们能够 因为信靠祂 不再害怕死亡跟罪的权势 所以我们这些做上帝而你的 就领受了耶稣所成就的一切 那这就为什么我们说 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是有福的 那有什么福 我们知道我们设罪 我们被称义 将来你到天上 神称你为义 这个义不是你赚来的 这个义不是你行为得到的 你跟我都没有义 你跟我的义都是基督的义 给了我们 我们相信神称我们为义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 一切的义都给了我们 我们经历上帝的称义 我们回到天上 神称我们为义 神是我们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永远与主同在 另外复活的身体 神给了我们 在将来有复活的身体的盼望 当然 刚才的那一节经文说 在主里面死了有福 他们死了世上的一切的劳苦 我们真正享受安息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知道信心得着实现 当我们离世的时候 我们就信心的眼睛所看见的主 变成亲眼见主 更感谢上帝的工作的奖赏 记得我们说 我们所做工的果效也怎样 也随着我们 还有我们承受天上的基业 当然我们与主永远同在 这就是基督徒的死 在基督里的死 所以我们不要死在罪中 那是没有基督的死 我们要在基督里 因为信耶稣而得到的这个恩典 所以启示录14章13节 是鼓励跟安慰 所有受当时候受避害的信徒 在大灾难期间 他们受避害的信徒 强调他们的寻道是有福的 这一节的经文 今天我们一样的安慰了我们 因为同样的我们是在基督历史了 所以当时候在大灾难寻道者 他们蒙福 那你可以想象他们免去了更多的压迫 所以他们不再受敌基督的困索压迫 那么他离世与主永远同在 圣经说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中文圣经里面 这个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在言文指示他们的工作也随着他们 是没有果效这两个词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主工作 在某些地方很难有果效 在很多的地方只有避害 只有艰难 虽然如此 所有忠心为主工作的人 他的工作都随着主 所以工作是指一切为主而做的 为主所忍受的一切 这些会随着他们去见主 随着我们去见主 所以我们知道为主工作绝不是突然 所以不论怎么样 为不足道的工作 也会随着我们去见主 所以感谢上帝 这样的救赎恩典临到我们 所以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要结束之前所谈到的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 十四章接着下来谈到两次的收割 那你知道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他谈到收割 他曾经用很多收割的笔译 那收割在圣经里面就是传福音 那就是灵魂的收割 所以耶稣曾经说 那叫这个庄稼的主 蔡公了去收他的什么 庄稼 那就是传福音带领人信主 这是一种收割 那另外一种收割呢 就是指末日的审判 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当你撒了麦子之后 敌人来 撒但来 撒了麦子 麦子跟麦子很相像 你看不出来 所以今生有时候我们看不出 那真信徒跟假信徒 但将来主再回来的时候 要把这些 拜子跟麦子怎样 分开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弥撒亚的工作就包括了 收割之后呢 就把麦子收在仓里 然后把康用火烧进 那就是讲到信徒被接纳进入神的国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召聚祂的儿女是一种收割 而不幸的人 那最没有得着赦免的人 就丢到火壶的里面 以神永远隔离 那这是我们知道弥撒亚的工作的 所以在我们要看的十四章 他提到两次的收割 那第一次的收割 是从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 是收割庄稼 那么第二次的收割 是收割葡萄 那为什么他要有两次的收割呢 为什么他不能够讲一次的收割就好了呢 那我想他有他的原因 为什么一次是讲庄稼 一次是讲葡萄呢 那当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的原因就是 为什么两次不同的收割 那你会看见到 一个收割是跟得救的人有关系的 一个收割是跟不得救的人有关系的 一个是福音的果效灵魂被借到神那里去 另外一个是审判临到不幸的人 所以一个是卖职 一个是败职 一个是收入仓库里面 另外一个是什么 焚烧跟审判 所以当我们把这两个收割 摆在一起看的时候 你也会注意到 这个庄稼的收割 收割的人是耶稣 而葡萄的收割呢 是天使 在庄稼的收割里面 没有提到愤怒 而在葡萄的收割里面 是提到神的愤怒 那么很明显的 庄稼的收割是信徒 而葡萄的收割 就属于非信徒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收割庄稼 我们读一句十四到十六节 我又观看 见有一片白云 银上坐这位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冕 手里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 从殿中出来 向那坐在银上的 大声喊着说 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 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那坐在银上的 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所以你可以首先看见 第一个收割 他提到人子 用很快的镰刀来收割 那我们圣经说 有一位像人子的 头戴着金冠冕 手拿着块镰刀坐在银上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 那么按照人子的描写 他跟但以理七章十三节 所讲的很类似 那但以理七章十三节 说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叫做天音而来 被领到根骨藏在者面前 所以这个人子 其实讲的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头戴金冠冕的人子 他就是什么 弥赛亚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刚才有提到 弥赛亚的工作是什么 收割 把仓库收到 把这个库收到仓里 把康用火烧进 所以耶稣基督来收割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卡在那个地方的 就是有人问 那如果这个收割的是耶稣基督 他怎么能够受天使的吩咐呢 因为按照你读的时候 是天使对他说 从一个天使对他说 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 按照耶稣基督的身份 他是神 天使是被差遣的 为什么一个被差遣的天使 能够向基督来发号司令呢 所以有人就要否定 因为这个缘故认为说 他不是耶稣基督 但其实我们要注意的 天使吩咐耶稣呢 只是说明天使从神 领受了收割的命令 如果你看圣经你知道 这个天使从哪里出来的 从殿中出来的 从神的殿领受命令出来 他领受的命令出来怎样 他传达给耶稣 那没有什么 在这里没有所谓尊贵之分 因为这表示 耶稣所做的一切 是造什么 造着圣父的命令行事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样的理解说 其实那一个天使是传达了 上帝的命令说收割吧 所以圣子就这样收割了 所以不说问题 可以肯定的 这个人子是基督 因为他符合了福音书所讲的 他要收割 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 所有地上他的耳里都收归于他 我们这些如果还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也这样完全归于主 我们离开世界 我们也属于子 所以这个收割是讲到 末后最后一次的什么 所有上帝的儿女 他收割 那些在大灾难期间信主的 都归向主 所以我们在读新旧约的时候 收割装甲都有什么 都是意表上帝的审判 所以当我们读耶利米书51章33节一起读 万金之夜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巴比伦神好像揣雇的河场 再过偏时 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 所以你看这里祈祷 收割就是表示什么 审判 那么启示录14章14到16节 就是指主耶稣的得胜 从天降临 收集他的儿女 所以这是第一个收割 我们在第一个收割里面 那是有份 我们是属于第一个收割的 那这里只是意表 将来在最后最后的一次 神所有的收割 但我们信主的时候 已经属于主了 那现在我们看的是第二个收割 那就是收割葡萄 那启示录17章到20节 就提到这一段收割葡萄 一起读吧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年蛋冲出来 他也拿着块镰刀 又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玩火的 像拿着块镰刀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块镰刀来收起地上葡萄树的果汁 因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收起了地上的葡萄 丢在神愤怒的大九杂中 那九杂揣在城外 就有血从九杂里流出来 高到马的绝环 圆有六百里 这一段的圣经提到的就是 葡萄园的收割 那么当然指的就是主再来的时候 对列国的审判 因为他提到愤怒 他提到上帝的这个愤怒 在整个收割的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审判是指神愤怒的审判 神为什么愤怒是审判 因为所有不信靠耶稣的人 要面对上帝严厉的审判 其实神一直以来都是严厉的 神是烈活 但是神因为爱我们 所以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救赎 我们就要直接的 以他的公义的量来面对 所以当他审判的时候 是很严厉的审判 那这个审判是通过天使去执行的 不是通过耶稣去执行 这些天使被指派为审判者 那我们以后会看到 天使照样的从神那里拿到命令 找那七个碗 那他们是审判的代理 所以因此他们把上帝的愤怒 倾倒在地上 在这里也是天使执行审判 一个罢令 一个收割 那天使从祭坛而出 这里又提到他们从祭坛而出 我们知道坛的出现都是什么 跟圣徒受苦的祷告有关 我们还记得在祭坛下的烟魂吗 我们还记得你来到坛的面前祷告 求神申冤吗 那这些都是属于坛 那表示什么 当天使从祭坛而出的时候 就是审判是神对信徒祷告的回应 也就是神审判二人建立神的国 历史历代的先知都这样祷告 求神彰显祂的公义 求神兴起祂的作为 历史历代的信徒 在整个救恩的发展过程当中 教会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也常常求主怎样 神缘 所以那一天来到 神要生缘 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天使来收割 所以这个祭坛出来的天使表示 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 那么在旧约的时候 神都已在纠杂践踏 来形容对敌人的刑罚 你读旧约你注意 每次都是这样记录的 我们看几节旧约圣经 约尔书三章十二十三节一起读 万民都当兴起 上到约沙法谷 以我必坐在那里审判 四围的列国 开连把一位庄稼熟了 践踏把一位酒扎满了 酒持愿意 他们的罪恶甚大 所以这次约尔书 这几节经文是讲到末世的审判 他提到约沙法谷 约沙法谷其实就是今天 在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之间的 这个纪轮谷 这个约沙法谷在那里 将来有上帝的审判 那么我们如果再读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六节 也是类似的 我们读一读 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 穿红衣服 装扮华美 能力广大 大步行走的是谁呢 就是我 是凭公义说话 以大能施行拯救的 那以赛亚这样子写的时候 就把神描绘成什么 一个穿红衣 装扮华美 能力广大的 那个公义的审判者 他从哪里来呢 他从以东的波斯拉来 波斯拉是在 这个今天的 以拉他的地方 或者红海的地方 那么这个 这个来做什么呢 他来审判 那我们读下去 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 你的衣服为何像揣九杂的呢 我肚子揣九杂 众名中 无一人与我同在 我发怒将他们揣下 发烈怒将他们践踏 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 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你看这就是践踏 每一次践踏就是表示什么 审判 践踏这个葡萄 所以这个葡萄的这个红色的字 就碰到他的衣服上面 他的红色原来是染红了 就表示那个审判是什么 严厉的 然后第四节 因为报酬之日在我心中 救赎我民之年 已经来到了 所以表示这是末后的审判 我仰望见无人帮助 我差异没有人扶持 所以我自己的宝贝 为我施行拯救 我的烈怒将我扶持 那这句话所要表达的就是 审判是神的事情 审判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救赎了 审判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审判来到之前 我们传福音 在人离开世界之前 劝他信耶稣 因为一旦我们进到 这个审判里面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那我们在看到神继续说 我发怒揣下众鸣 发烈怒使他们沉醉 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 所以你可以看见 旧约的先知所讲的 其实都跟启示录所讲的是一样 就是什么 收割葡萄 践踏葡萄 是一种什么 一种审判 当然这个审判是什么时候 最后最后的一次审判 所以那一次的审判的时候 启示录十四章二十节说 酒在城外砸船 这里的城外是指 耶路撒冷的城外 也就是越撒伐固 那撒加利亚书有提到这个 十四章的里面他提到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因为我必聚集万国 跟耶路撒冷征战 耶和华必出去 以那些国征战 他的脚 必站在耶路撒冷朝东的感染山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预言 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收割葡萄 是一个很可怕的收割 非常血腥的收割 那么怎么个收割呢 其实他在讲的是什么 他在讲 讲的就是最后的一场的战争 借着这一场的战争成为收割 也借着这一场的战争成为一个什么 对世界上人的审判 那一场战争就是有名的什么 哈密基督吓的大战 也就是全人类历史的最后一场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结果 他的状况是非常悲惨的 也就是人类历史的悲惨的到什么地步呢 刚才有一节圣经什么形容 血高达马的绝环 圆有六百里 圣经的里 换成公里大概是两百九十六公里 那那个血高到哪里 马的绝环 你很难以想象对吗 到底它是什么意思 那么你要明白这些圣经 我们想有可能的几个解释 那么这可能的几个解释 既然它是这么长的血河的话 就表示什么 它的战事的前线非常的长 也就是你知道打战的时候 有个前线有后方 那在战场的这个前线在那里 就在战场的南部 刚才我们提到的旧业的地名 叫做波斯拉 现代的名称叫做以拉他 那在北部 就是一直到北部加利利的地方 那如果你看这个图 那这个图的最南端有什么 有一个以拉他 那这个以拉他就是今天的 红海的度假圣地 那么在圣经的名词叫做以选加别 那么所罗门在那里造船 那今天如果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很多酒店 很多这个购物场所的一个旅游区 将来的战场就从那里开始 一直到什么地方 一直到哈米基多顿 也就是说它的战场的 整个的限制量很长 所以大概是从最南端 到这个加利利海附近的耶士列平原 或者是米基多平原 大概是296公里 也就是整个以色列成为一个什么 一个战场 全世界的军队就集中在那个地方 所以它的马的绝环 这里提到什么 它血流出来有多久 有多少 六百里 也就是296公里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你可以看见它提到马的绝环 那么你想马的绝环 那么血流到马的绝环的话 哪里想象 第二个意思就是 这个战争很激烈 激烈的一个地步 人快速的死亡 也就是人死的速度 比收尸的速度还快 就是还没有时间收尸 人一直死 结果沿着战场 整个战场怎样 尸体一直堆一堆 堆高到马的绝环的高度 然后流血 你就知道 整个这么长的战场里面 因为人死的速度很快 才会跌到马的绝环 一个尸体 跌一个尸体 跌一个尸体 跌到马的绝环 第三个就是 血流成河的意思 血流成河就是 整个的战场里面 有许多的什么 血 人死的时候 被杀的时候 战争的时候 就很多的流血 那我们问一个问题 人的血量 你知道每个人平均 有多少血量吗 你每天雪在你里面流 你知道里面有多少吗 我们不管对不对 只要有血就好了 流出去了 再补进来 其他我们不管它多少 其实你知道 在我们身体的 每个人 每个人的血量 大概是五公升 你去超级市场买可口可乐 这是一个公升的 就是大概五瓶装 所以相当多的血 五公升的血不少的 所以你看流出来的时候 血流成河 那么你现在做一个简单的算术 每一个人有五公升的血 那现在要多少的血 能够流成两百九十公里长的河 河的高度 知道是一点二米 怎么知道 马的绝缓 那么宽度就不清楚 我们假设三米宽 好了 你如果数学好 回去算一算 然后每一个人有五公升 要流多少人的血 才能够达到这一个数量 那意思其实是什么 告诉我们 死亡的人很多很多 无数的 没有穷尽的 整个战场血流成河 许多的人就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最后的战争 最后的收藏 最后可怕的事情 这是将来要发生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三 第四个解释就是 你知道在这里提到六百里 有些圣经又翻译成一千六百走 有吧 有些人的圣经翻译成一千六百走 这个一千六百走 其实他要讲的就是 从意表上来看 他讲全世界受到审判 因为一千六百走 它是四的平方 所以四是世界的数目 所以象征对全世界的审判 不管我们采取哪一个解释 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审判是怎么样 很可怕的审判 因为这个审判 是全人类最后上帝的愤怒领导 所以我们从圣经知道 我们一定要悔改 所以人一定要悔改 来归向耶稣 而且我们也深深的知道 他一定会再回来 他要再回来 所以启示录的十四章 我们就从第一节 已经看到 最后的一节二十节了 我们就把十四章 给讲过去了 那紧接着下去的 我们知道 当这场战争发生的时候 那已经是在很后期的了 接着下来 我们要看到第十五章 那启示录十五章 我们先读一读前面的四节 四节经文 我们一起读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 大而且奇 就是气味天使掌管末了的气灾 因为神的大怒 在这气灾中发尽了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残渣 又看见那些圣了寿和寿的像 并他明智树木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神的琴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 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大灾其灾 万世之王啊 你的道土亦灾成灾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 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 已经显出来了 那在这里 叶翰继续看见 大额且齐的意象 那么你知道 他看到的这个意象 都是关于最后的七个晚的刑法 他特别用了一个名词 叫做大额且齐 为什么他要讲大额且齐呢 那这主要的是要说明 这并非是人的作为 这不可能是人做到的 它也不是一个自然的灾祸 乃是神的作为 所以他看到 即将来到这个七晚的刑法 他知道那是神的作为 但是在这个 他就提到 这最后的七个灾呢 他特别提了一句话 因为神的大怒 在这七次中怎样 发尽了 那你了解 神是无限的 所以神的怒气 应该也是什么 应该也是什么 无限的 你不太敢回答 因为你认为 上帝的怒气 是的 他很少发怒 我们知道 神不永远怎样怀怒 但是按照神的怒气 那个怒气也一定是无尽的 那无尽的怎么会发尽呢 发尽了就不是无限的了 所以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上帝的大怒在这气灾中发尽了 就表示上帝的怒气 在这气灾中就完成了 也就是达到了 他审判跟刑法的目的 那也就是最后的七个碗 当他倒了 七个碗之后 人类继续上帝的愤怒怎样 神都已经怎样完成了 对人的刑法 公义已经满足了 上帝的公义已经达到了 刑法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个就是什么 发尽了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神不常常发怒 但是神继续愤怒 今天我们全世界的人 都在继续上帝的愤怒 我们离开上帝的话语 我们违背神的心意 世界上的人抵挡神 那我们今天 整个世界道德的下滑 那么整个世界的 灵性的败坏 都在继续上帝的愤怒 所以上帝没有再睡觉 上帝在什么 容忍 那么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满足神的公义 所以每一次 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我们神的怒气 就不在我们的身上 但全世界上帝的怒气 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怒气 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所以发尽了 那紧接着下来 他就第二节 他说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残渣 又看见那些圣了寿和寿相 并他明智树木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 他看到另外一组人 这组人叫称 称作什么 得胜者 这里提到他们是得胜者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看 他们得胜什么 这些得胜者在歌唱 他们得胜什么 我会讨访不在带来看 大家看见仿佛有玻璃海